本节目由 全新BMW五系 独家冠名播出 世界如此喧嚣 真相何其稀少 大家好 我是吴小波 吴老师如此喧嚣 能听懂的何其稀少 大家好 我是八九零 如果你问我2017年 中国财经界最热门的几个关键词 我想其中有一个 就是工匠经济 在过去的两年里 随着中国消费的升级 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 愿意买中国本土年轻人 创造的品牌和商品 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特别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 投身到工匠经济的大浪潮中 在四月底的时候 吴小波频道 曾经在无锡03的年华湾 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举办了第一场 新匠人养成营的活动 在那个活动上 我发表了一个演讲 阐述了我对中国新工匠经济的一些看法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进行职业化分工的国家 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 在职业分工上 中国至少比欧洲领先了1000年 中国在2700多年前就开始拥有了降级制度 从此以后一种叫工匠的职业就流传到今天 所以中国很长时间里面 工匠经济百年老店 甚至千年老店 是一个长期出现的景象 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 中国逐渐失去了工匠的经济和工匠的传统 那么为什么在今天 我们重新提倡工匠经济的回归 甚至我们认为出现了一批新的 以80后90后为主的新工匠呢 他们是怎么重新回到时代的舞台上呢 在那次的演讲中 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本节目由全新BMW5系独家冠名播出 在这个时代里面 到底什么才是新工匠的精神 什么又是新工匠的风口 让我们来听听小波老师怎么说 大家上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匠人杨成寅 做杨成寅的一个初衷的想法呢 是我在做七八 去年做七八匠人活动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 就是中国现在的整个工匠精神啊 我们原来说一个匠人大概要到五十六十七十岁 才能成为匠人 然后你看到的匠人长得都很像那个少年式的方丈 那个胡子花白的 但是今天你会想说 中国越来越属于年轻人 整个省委的迭代非常非常的快速 我认识很多五零后六零后的那些企业家朋友们 他们做饮料的 做服装的 我看到他们我就在想说 你们三十年前做出来的产品 实际上是为自己做的 对不对 你现在做出来的饮料是给你孙子喝的 你知道那个孙子喜欢什么东西吗 你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一定属于年轻人的 那么今天呢 我是第一个来开讲 我就来跟大家讲一讲 我对中国工匠精神和工匠经济的历史严格的 一个我的一些心得体会 因为很长时间里面 我是做中国企业史研究 所以我从我的这个小小的专业里面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有的题目叫做 这个国家的新匠人 我们这个国家 是全世界手工业 最为发达的一个国家 所以你看各个国家 列国的出土文物 看你只要推导到一两千年以前的话 中国文明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中国文明非常发达 一方面人聪明 中国这个地方是属于亚热戴河地区 亚热戴地区四季分明 你只有勤劳的工作 你才能够有所获得 这唐英比在历史研究中告诉我们 所以你看历史的文明 基本上叫做亚热戴这个地区 但我们在制度方面有很多的设计 中国在公元前七十级的时候 在山东的齐国地区 出现了一个政治家叫做管宗 管宗定了一个制度 后世影响非常大 叫做市农工商 他把这个国家叫做四个职业的人 市叫做士兵 就是打仗的人 士兵军士 农是耕地的农民 工呢是工匠 就是我们的匠人 商呢是商人 行商出去行商的人 他把这个国家的这四个职业的人 分别圈在一个地方 就在七国的时候啊 农民和军人是不能当邻居的 军人的邻居一定是军人 工匠的邻居一定是工匠 把它占 全部叫市民分业 市民分业以后呢 每个人就变成了一个集 就是农 就是农集 工就是工集 军人 士就是士集 然后呢 世代传承 这个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职业分工的方式 把人进行一个区隔 管子这本书中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把人分开来呢 他认为说 他讲了几句话 他说 相遇以士 相事以求 就是我们当大家都是匠人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我跟你的语言交流是没有任何的障碍的 而且匠 他相对来讲更加的细分 中国的后世中 我们今天的名字 我们今天有姓吴的 姓刘的 姓张姓李的 我们的名字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跟地域有关的 那还有一些姓氏呢 是跟职业有关的 比如说在座有名姓凡的 凡梨花的凡 你看 左边一个木头 右边一个木头 中间几个叉 他们家当年干嘛的 他们家当年编那个篱笆墙了 诗 深爱案的诗 诗姓施加是做齐功的 因为有了管中的这个制度以后 说降级制度 使得中国的社会职业分工 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 大家知道 现代经济学的第一本著作 亚当斯密的 亚当斯密的书的第一章讲什么呢 说人类怎么进步呢 就是靠分工 就是靠社会分工 一根针 如果你从采矿石铁矿开始 到把根针做出来 你可能做几十年 但如果有矿工 有钢铁厂 然后有销售 有销售 加在一起 那么可能一根针 有二十多个工种来分掉以后 一根针 半年之间就可以被生产出来 所以职业分工造成了 劳动效率的提高 造成了技能和技术的一个提高 那中国人是非常早期的 就具有这样的精神 两百多年以后 被管中再玩两百多年以后 除了叫商鞅 商鞅就开始建立了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中有一个籍 叫做降级 降级在有一些朝代中 它是非常的严格 像元朝 元朝的降级制度 非常非常严格 降级被取消掉 一直要到明朝 到清朝 就顺治年间的时候 中央政府正式取消了降级 你想想看 那么多年时间里面 中国的工匠 作为一种职业 长期的一个传承 所以形成了中国 有很庞大的 非常坚实的一个工匠的传统 但同时到今天 我们又会说 我们重新要呼唤 工匠精神的回归 是不是 李克强总理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 去年的全国两次全国两会上 提出工匠精神 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些人 一百多个人 会坐到这个地方 会开这个新匠人的养成营 我们为什么在匠人前面 加一个新 这就说明 两千多年的历史传承 到今天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有些东西需要被重新呼唤出来 然后有些东西呢 已经被历史所淹没 中国的工匠精神的断裂 我认为是跟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的 现代化精神有重大的关系 因为农耕文明结束以后 新工业文明的崛起 整个一个是一个西方世界 中国是一个被响应的一个地区 就整个响应 是不是由我们所发动的 我们今天目的所及所有的商品 从LED平台 还是到灯光 到这个地毯 都不是中国人发明 连个火柴都不是我们发明 所以自工业革命以来 我们是一个被革命 被改造的一个对象 那么在当西方文明 进入到中国的时候 首先我们是抵抗 我们通过鸦片战争的方式 通过战场的抵抗 抵抗打不过 打不过怎么办呢 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 我们全面拥抱 当我们全面拥抱的时候 我们发觉说 我们的老祖宗一分钱都不值 所以叫打倒孔家殿 我们所有学到的知识 所有的文明传承 都是阻碍中国人民 拥抱现代化的一个障碍物 当这样形成一个 全民意识和知识分子 整个精英阶层的 一种共识的时候 那么工匠精神 跟农耕文明相关的 手工造作记忆 和它的传统 那就变成了一个 非常腐朽的东西 我们以前 在农耕文明时期的时候 中国是一个 疆域非常广泛 但是极其反对 人口流动的一个国家 中国一直到 洋务运动的时候 到曾国藩的时候 曾国藩说 人口不能流动 为什么人口不能流动呢 因为人口有流动以后 湖广的粮食 就很快就运到广东了 然后会干扰 广东的粮食的价格 然后就会造成流民 所以曾国藩到死的时候 是反对铁路营造的 他认为人口就应该 然后人就应该像老子讲的一样的 活在一个地方 在这个环境下 你们想 每一个做工匠的人 你哪怕是做药店的 你哪怕是做一个 做一双布鞋的 哪怕做一个铁剪刀的 你所一辈子所佛物的人 基本上是你的俗人 或者伴俗人 在一个俗人环境中 一个人 一个商人 一个匠人 他最值得背书的是什么呢 是你的名字 所以你看中国古代所有的很多店 都把自己家的名字放到上面去 张小泉 就是胡庆与唐 特产 什么叫特产呢 特产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生产出来的全中国最好的东西 OFEN 比如说这个木角 比如说茶叶 这个叫做特产 国家有一个军书局 专门来收各地的特产 特产收完以后 首先供给给皇上 皇上供完以后 你还不能到处乱卖 剩下来 是国家有一个部门 来统一收购 收购完以后 帮你分销到全国各地 然后呢 有了大工业人民 大工业人民 一下子把特产全部给消灭掉 因为 突然间开始 能够到全国销售 所以当特产被破坏以后 我们特产背后 所站着的那些 手工造作者 那些生产者 一下子就被没落掉了 因为他们所有的技能 都被机器所替代 第三 就造成人格化品牌的消失 因为你跑到月圆以后 你姓王 姓李 姓吴小波 都变得不太重要 所以工业品本身 所背后的品牌逻辑 给人格已经脱钩了 因为它给人格不需要挂钩 工业品的背后 跟什么挂钩呢 一个东西叫做标准 就大规模生产 标准 那么当大规模的市场化 营销开始以后 专门会有渠道公司 有销售公司 而且一级一级的销售公司 全国营销 省机 区域级 物流配送 零售店 整个一个产品 进入到了一个 大规模流水化的 一个运作过程中 然后传播本身 也摆脱了口语传播 出现了一些媒体 叫做报纸杂志 电视台 电台 哗哗哗哗 开始传播 1956年 中国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中央政府宣布 说所有的私营企业 当时中国大概 40万家私营企业 说你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路你关门 第二条路呢 你把企业交给我 我呢 每年给你5%的利息 10%的利息 你连续吃16年 然后全中国 所有的私营企业组 就开始把企业 交给了国家 就是公私合营 所以我们也就是说 中国没有百年老店 有没有 有一些是被 整个工业文明 给消除掉 有一些呢 它在1956年的时候 被剥夺掉 所以这就造成了 中国的整个工匠文明 百年老店文明 的一个消失 每周一期视频 还一游未尽 赶快扫描 右侧二维码 成为吴小波 频道新人会员吧 就可以每天听吴老师 说万千世界了 已经有超过18万人 加入会员大本营了 你还在等什么呢 今天我们为什么 重新又回来 谈工匠精神 今天我们为什么 这些 今天在座的那么多的 80后90后年轻人 又重新愿意说 把我们的生命 投注到一个耳机里 投注到一双袜子里 为什么重新又回到这个地步呢 是因为今天的中国 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未来要提供的产品 是给中国的白领和中产阶级服务 对不对 而且我们认为说 这两部分人的增加 是这个国家 迈向于现代化的 一个非常可喜的景象 到我在想 一亿以上的人 是慢慢是会有增加 中产阶级增加 任何一个国家 进入工业文明以后 中产阶级增加 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文化效应的后果 是什么呢 是这个国家的女孩子 突然有一天说 我是个上海姑娘 我为什么要穿一条 跟纽约姑娘一样的裙子 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她的本土意识 会迅速地崛起 她的民族自信感 迅速地崛起 这个事情 不是在今天中国发生 是在一百多年来 很多国家发生过 日本人突然什么时候 想去说 一个东京的姑娘 要穿一条 跟纽约不一样的裙子呢 1970年代 二战以后 1945年以后 日本经历了 20年的高度崛起 跟今天的中国 1920年的日本 美国一样 中产阶级崛起 突然就发觉说 那么什么是日本精神的 什么是当代日本精神 什么是当代日本需要的商业文明 那么什么是当代日本人 1970年代 日本人开始问这个问题 当这个问题发生了以后 出现一系列人 有一个日本的服装师 叫做三仔医生 三仔医生早年是在法国学服装 学习服装就回到日本 他说我一辈子的梦想 就是每年到巴黎 参加两次服装13节 然后看看欧洲人是穿什么服装的 然后呢 才给我们日本姑娘们穿 到了1970年代的时候 突然日本姑娘问他说 那为什么我要穿巴黎人穿的裙子 然后他就跑回到巴黎 举办了一场 三仔医生的第一次的个人时装展 那三仔医生叫做一块布 他告诉巴黎人说 这个世界啊 裙子是有两条裙子 一条叫东方的裙子 一条叫西方的裙子 那么多年来 我学的都是西方的裙子 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 今天有一条裙子叫做东方的裙子 像建筑行业出现了安藤 中雄 电影行业出现了黑泽民 设计行业出现了黑川雅芝 出现了原点女王叫什么 草剑弥生 文学界出现了三岛油脊肤 出现了AP的人 然后呢 在品牌行业出现了Sony 出现了丰田 出现了AP的产品 所以你现在看得到的 整个最辉煌的日本文明的 日本当代文明的出现 日本工匠竞争的复苏 是回归到1970年代 你知道在1960年代的时候 日本商品倾销到全中国 全世界的时候 有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后来 被我们中国人继承了 叫做黄祸 黄祸什么意思 价良物美 东西非常的便宜 那不耐用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学历史的话 学商业史 你看到今天当代的中国 一眼不会陌生 因为这是一个国家 崛起过程中 你一定会生的病 一定会经历的过程 一定必经的一个免疫过程 本节目有全新BMW五系 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地方 叫做无锡 这里是中国最著名的 云米之乡 叫做杭家湖平原 对吧 我们出生的时候 我们这里的每一条河流 都是清澈的 小时候下去游泳 一抓就是一把螺丝 今天我在那这里的时候 这个下面的地下水 200年不能饮用了 对我们这一代人付出的 巨大的代价 我们还能再那么干吗 不能那么干 中国制造的整个一个成本 和规模优势模式 已经结束了 我们今天在座 所有的新匠人朋友们 我们所能够坐在这里 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是因为出现了这批 愿意入我们的品质服务 买单的中国新的消费者 对不对 如果在15年前 20年前的话 中国的有产阶级 跑进一个店里 卖好的产品 只有两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 你是全球排在第几名 是不是一个国际品牌 第二个要求 那你先来打几则 在今天 而且今天的90后 各位 包括未来的00后 我前来看到了 IBM的一份调研 关于1995年以后的 年轻消费者的消费调研 我女儿96年的 我以前跟她教育的时候 我老师那边90后 我女儿就很不高兴 说你能不能换一个名词 不要说90后 我们是95后 我这个丫头骗子 90后就会有什么区别 有多大的区别 我最近看到IBM这个报告 它说有区别 95后觉得有区别 他举了几点东西 他说95后 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95后很喜欢逛食物商店 98%的95后 喜欢逛食物商店 跟80后不同 80后就喜欢网上剁手 对不对 所以体验本身成为它购物的最重要的一个构成环节 它是为了完成一个愉悦的过程 第二呢 他说95后有个什么特点呢 95后的整个社交更趋向于私密化 中国的70后80后 是特别喜欢在网络上讲话的 可能到了95后这帮小孩以后 他们的整个社交环境更加的私密 我回想我自己今天 我只用一个社交工具叫做微信 我女儿大概有六到七个社交工具 今天上那个 明天上那个 然后呢 他在一个更小的一个环境中经营社交 第三个IBM说 中国的95后有一个特点 他更敢于消费 那当然是因为他爹有钱 他老是买他爹看不懂的东西 他整个消费能力 是不能根据他的收入来衡量的 所以出现了一些新的这些年轻人 新的中产阶级 特别是我认为今天最关键的是整个文化意识的觉醒 就中产阶级的本土意识的觉醒 使得中国的工匠精神的回归成为了可能性 然后呢 大制造的环境的整个一个瓦解 这是一个过程 然后在这个环境中呢 就出现了继承和叛逆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叛逆的前提下 继承和叛逆的环境下 我们会来谈说一件事说 我们今天怎么来审定说 你是不是个新匠人 是不是新公匠 今天在座的100个来到现场的人 80%以上是80号 但有50后 60后 70后 我认为新匠人啊 跟年龄没有关系 有些20岁已经老掉了 30岁已经死掉了 有些人七八十还活得很好 还跟这个时代在进步 与时俱进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认为 首先是审美 一个人如果落后于审美 当代审美的话 你20多岁已经死掉了 一个时代没有关系 所以我认为首先的 所谓的新疆人的评定是 你拥有跟当代 美学范式有关的一种新的审美观 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人 我们对一件衬衫好不好看 一件西装好不好看 一件房间好不好看的 审美是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家里有好几件阿玛尼西装 我太太给我买的阿玛尼西装 为什么 大家认为阿玛尼西装很年轻 有没有 我中阿玛尼的读是因为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看了一本台湾的营销的书 他总裁讲了故事 你怎么能够看上去 你穿的阿玛尼西装呢 只有一个没有肚子的人 穿阿玛尼西装 他穿得很好看 各位你们想 一个四十岁五岁 男的没有肚子的话 他靠什么 靠自律 有没有 靠锻炼 但是杰英 大家认为他 是一个很老派的西装 有没有 是非常老派的人 穿着衣服 前天我去营太 去做定制 一个意大利小伙子 一米九级 帅得要死 来帮我做西装 他干了唯一的一件事 就是怎么帮你收腰 怎么帮你收腿 我现在在想说 其实你看 实在真的在变化 对不对 今天如果你穿一件 十年前 二十年前 阿玛尼尼尔 风格的西装 今天风格一定不会喜欢 我都不会喜欢 所以 一件西装本身 都在发生变化 我们对一件饮料的审美 你看可不可乐的 瓶子的变革 所有的一个 任何一个商品 我认为 最关键的是 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 这个国家的二十岁三十岁年前 你喜不喜欢 所以你知道 这个世界变了 它是非常非常快 它几乎在瞬间 就被迭代掉了 那么如果 你的审美意义上 不能够符合 八零后的话 不能够符合九零后的话 你就被考虑掉了 第二呢 我认为是新的技艺 两天我在看 那个一个访谈录 他想什么呢 他有一个日本设计师 在长城脚下 做了一个什么 一个竹子做的一间房子 我们流传到 今天的中国的古代建筑 哪个是竹子做的 跟木头做的都乱乱差不多了 对不对 跟竹子很容易开花 那个房子现在还在 十多年过去的还在 他们从四川 找了一种竹子 是最坚硬的 然后呢 不再打穿 打穿以后呢 用滴灌水泥 把水泥滴进去 然后就凝固 然后呢 那个竹子呢 先烧熟 熟了以后 用中国的方式 涂上油 铜油 涂几层铜油 防裂 然后中间滴滴灌水泥 所以你看 一间竹子的房子的出现 它的背后 实际上是一种 新的记忆的迭代 第三个呢 我认为是 通过互联网的方式 来万能新的连接 所以我觉得 今天的 中国制造 出现了一些 繁足景象 就是我们回想一下 我前面讲的 在农耕文明时期 中国匠人的生存环境 第一 它的品牌是人格化的 对不对 第二 它的传播 是靠口碑传播的 第三 它的传播路径 是在方便 50公里内的 一个传播路径 但是今天 我们看到的 新工匠精神的回归 实际上意味着 这三种被破坏的方式 重新回归 第一 品牌重新回归到 人格化 无论你这个品牌 是不是把你自己的名字 放上去 还是没有放你自己的名字 一个品牌背后 一定有一个鲜明的人格存在 所以我说 在一个互联网 也要环境一下 因为信息过于的短促 和道理 支付过于的便捷 各位做产品 你们千万记住一句话 我们唯一不能够放弃的一个东西 叫做信用 你跟消费者建立起来的信用关系 是最为珍贵的 第二 传播出现了繁琐 广告不再有效 最有效的叫什么呢 叫做口碑 叫做评论 然后渠道呢 渠道出现了繁琐 多层次的精致撒失的渠道 彻底被解构掉 而且这个解构 会解构得非常非常的彻底 前两天 哇哈的市场部老总和销售部老总来找我 我2002年把他们写过本书 叫做《非常易销》 我写它的时候 我们当时把它的 把它的营销模型定了一个意义 叫做产销联合体 我现在回国头去看 一半以上已经失销了 他们在找我的时候说 现在定价都很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突然间在双十节的时候 京东天猫会给你出现个饮料价格 直接把你原来做非常严格的经销商体系 联合体价格怎么样 特地给打穿掉了 价格彻底的透明掉了 小米这两年做的很坚决 是吧 特地被剥掉 怎么经营一个企业 供应链管理 等等有无数多的课 在原来的环境下 可能一个企业 从一百万到一千万花三年 一千万到一个亿花两年 一个亿到十个亿花 花个三年 对不对 七年到八年完成一次成长 很可能你压缩饼干 一个两年内就走到内部了 中间无数多的惊喜 所以我们说所谓的我们现在对新疆人的理解是新的审美 新的记忆和新的链接所带来的结果 新疆人和中国制造的关系不是一个独立时间 不是一个孤独的时间 它和三十九年来庞大的中国制造能力的形成是有强大的勾连关系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新疆人的成长和现在我们正在到来的第四次浪潮 有重大的关系 因为你想 在互联网时代中 所有被改变的是人和信息的关系 人和服务的关系 人和购买的关系 人和金融的关系 都是人和虚拟产品的关系 对不对 在今天呢 互联网变成我们基础设施以后 接下来所到来的第四次浪潮 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 无论是VR也好 无论是区块链也好 无论是传感器技术也好 无论是3D打印也好 所有的变革都跟食物有重大的关系 这件服装现在是保暖用的 没有通过纳米技术和传感技术 变成我的身体管理工具 我穿上它以后到晚上 它告诉我说我今天心跳最快是什么时候 我消耗了多少卡路里 对不对 一个杯子跟你的关系 是一个什么关系 一张床垫跟你的关系 是一个什么关系 音箱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所有产品的重新定义 一定意味着无数多的新的技术应用的可能性 所以所有我们现在看到的 所有的新的这些技术 新的材料 新的人工智能 我认为它都不是空中存在的 它都在改造任何 改造任何一个环节和细节 而且它对传统的行义的摧毁能力是空前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 是来自于传统 立足于当代的一件事情 工匠精神的回归 不是某一个人的发现 它是这个时代走到了今天 一定会出现的事情 无非我们好奇的是 它以怎么样的方式出现 是哪些人以怎么样的方式实现了它的价值 中国的五年后十年后 我认为一定会出现一批非常优秀的基础与传统产品 日用产品的一些品牌和工艺人 今天有一个人没来到现场 叫朱泽勤 他是个唱歌的 然后有一年他被聘为了联合国的文化大使 他有两年多三年时间里面 他就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 去看那些已经濒临决意的那些手工艺品 然后在过去的两年多里面 他做了一个品牌 叫做看见 做了一个品牌 我到他的那边去看过 他就请了很多民族的工艺师 然后呢 做当代年前人喜欢的服装 我看到他做了一个大的披风 女孩子喜欢的披风 然后中间的布料是来自于苗族的 然后中间的那个乐口的那个丝的部分 来自于藏族的 手工做的 多少钱呢 卖两千块钱 也还可以了 也还可以了 刚刚开始有个创业的 十来个人那个小公司 没有一个销售人员 这姑娘没有一点的销售能力 很糟糕 但是他做的事情 我就特别尊重他 因为他花了那么多时间 在挖掘这些少数民族的工艺 然后呢 希望能够把它现代化 他就跟我讲了句话 我中国是蛮认同的 他说小布你看吧 五年后十年后 成功不必在我 不知道是谁 但中国地区一定会出现很多的 原言斋 安藤中雄三代一生 黑断亚 一定会出现这些人 因为这件事情 在日本已经发生过一次了 一定会出现一批立足于 本土中国文化的这些大使 这些人 这些人是谁呢 我希望在座 有几位能够出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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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